2092岁的国宝歌王文夏 经传遭到看护未毒 中秋节的时候 他因为感冒住进台北马街医院 结果突然昏迷不醒 当时男看护躺在一旁呼呼大睡 家属要求医院验尿 结果发现在酿力中含有大麻跟一粒粘成分 怀疑是男看护为了要偷懒多休息 对病患未毒 警方握爆之后不排除是集团犯案 已经掌握了这名看护的身份 将传唤他到案说明 躺在病床上插着鼻胃管 看起来相当虚弱 很难想象他竟然是国宝歌王文夏 你鼻子都来 不仅一事不太清楚 连对话都有些吃力 高龄92岁的文夏 先前参加公益演唱会 身体都还相当硬朗 没想到中秋节 因为一场小感冒住进医院 疑似碰上二职看护未毒 差点丧命 睡了三四天睡不行 哪有病 他没有这种睡三四天睡不行的 你一直叫他一直咬他就是不行 文夏9月12号住进麻街医院 家属在朋友介绍下 找了一名台籍成姓男看护 24小时照顾文夏 但才不到一天半 就发现文夏昏迷不醒 当时看护还躺在一旁呼呼大睡 家属气得解雇 并要求医院验尿 结果出炉 尿液里头竟然含有大麻汗一粒棉 但这都不是医生开的药品成分 怀疑是看护为了让病患能不吵闹 为毒品控制立刻到警局报案 在前几天就有准备要做强制的作为 那我们会在进行里面通知当事人 到案来说明 目前警方已经掌握这名成姓男看护身份 不排除是集团犯案 有上游在供应毒品 还在扩大侦办中 不让二职看护拿病人的命来开玩笑 介绍同龄兵舟台北采访报道 生日月 这一比挣 我们永远